哈囉,來,各位同學們,大家晚安 大家晚上好 來看一下連線的狀態怎麼樣 今天又恢復這種非常悶熱的天氣了 你說像昨天 下午還會下一些雨 那下午如果有下雨,晚上就會比較涼快一些 不過這個跟 端午節那一段時間前後比起來 已經算是舒服很多了 但今天的天氣還是覺得有點燥熱 那這個燥熱真的,環境會影響人的情緒和心情 今天開車的時候,那陽光直接灑進來 真的都覺得整個車子裡面就跟微波爐一樣 我的小幫手真的實在是那個熟啊 都快被看那個烤焦了 唉唷,哈囉,如如,晚上好喔 Spring,玉琳,大家晚安 好的,今天是星期三的晚上 今天跟大家聊什麼呢? 呃,今天聊的這個題目啊 呃,今天聊的這個題目啊 挺特別的啊 因為就是,嗯 近期啊,有這個同學啊 呃,就是怎麼講呢?在反映 就是他們從 呃,一些網路上啊 因為網路上很多那個風水的商品嘛 對不對? 現在賣風水商品呢 很多到處都那個什麼 到處任何的管道都有 那當然在賣風水商品的時候呢 某些廠家他一定會有一些敘述嘛 就是說,欸,為什麼這個 呃,要推這個風水商品 然後它的一個用途是什麼 比方說它能夠加強 加強什麼 什麼方面的運勢啊 或者說能夠化解什麼 不好的這個狀況啊 那有位同學呢 他就看到了,喔 說呢,欸,某一個廠家 他在賣某一個商品 那賣這個商品的這個目的是 為了要化解爛桃花 然後呢,既然是說 呃,要化解爛桃花 那他就開始分析啦 說什麼樣子的情況會有爛桃花 啊,比方說房間裡面擺花啦 床頭旁邊擺假花啦 或者是說,連那個 呃,像有一些人床頭後面 像我們家這個 呃,其實貼的是這個 有點類似像壁紙或壁貼 那有一些同學,呃,特別是女的同學啊 會覺得說,欸,我很喜歡某一種花繪 那,呃,他就運用這個 床頭後面這個壁紙啊 或者是壁貼呢 欸,把一些淡淡的 啊,沒有很深喔 但就淡淡那種花的這個紋路 把它融合在整個設計裡面 啊,那這個廠家也說 欸,這樣子也會引起爛桃花 那讓這個同學們很緊張 因為那個,呃,才剛裝潢好 那壁貼都剛貼上去了 喔,那就會擔心說 啊,那這樣子是不是真的 比方說婚姻會有問題啊 或者是,啊,我家的小朋友 喜歡某個花 啊,那所以在房間上面 可能,可能有那種五朵花瓣的那種小花 那這樣子是不是不好啊 諸如此類的啊 好,那,的確啦 房間啦,我先說 房間的講法都一律的 呃,就是他不分金紅皂牌 就是,就是啊,反正床頭不不適合放鮮花 啊,房間都會說這樣會影響夫妻感情 啊,那可是,呃,像我覺得小編的這個設定的題目也很好啊 就說那,那如果說你是,呃,以前是已婚的不能夠放花 那單身的可以放花吧 我單身的我想要求桃花,我可以放花吧 哈哈,放這個花是不是 呃,什麼,什麼,什麼樣子的花都不能放 真花,假花,塑膠花,呃,什麼,什麼,什麼,永生花 是不是都不能放 那是不是連所謂這個掛畫或者是壁紙都不行 好,那我覺得 我統一在這裡跟大家這個問好了 好,因為今天的這個內容其實還蠻多的 簡簡單單一個題目 但我覺得延伸出來的 是非常非常基本的一個思維 還有一個邏輯和觀念 好,那我覺得延伸思考什麼呢 來,我問大家一個問題 就是我們只聽到 床頭百花會叫人爛桃花 甚至就像有一些講法會說 就是房間裡面如果掛畫或者壁紙啊 有這個花的話會不好 我問大家一件事啊 你們覺得睡房可不可以放牡丹花 牡丹花啦 你們,我們在看很多的這個 呃,風水畫裡面 哇,牡丹花 就叫牡丹花號稱富貴花 對不對 牡丹花是什麼時候開始這個流行起來 是從那個武則天開始 武則天定這個牡丹花為國花 因為呢 牡丹花是綻放的這個樣子 就好像這個大唐盛世的狀態 對不對 國運 所以呢這個牡丹花 它有這個花開富貴的一個美名 那所以因为有富贵两个字 所以呢 在以前的人啊 他们就习惯啊 在家里面挂这个牡丹的字画 就是每一次呢 不管是自己也好 家人也好 从这个爷爷奶奶 一直到儿子辈 孙子辈 真孙辈 看到花都要说 花开富贵 借由人的这个意念 那这样子就能够把这个 潜意识富贵的能量 给带到家里面 那所以你们同学们 你们可以上网 自己上网去搜寻 就是房间挂牡丹画 基本上 99%都是正面的评价 都说哇 这样子很好哦 能够加强失业运哦 能够加强财运哦 诸如此类的哦 诶 那这种讲法 好像跟刚刚 这个房间讲的说 诶 房间不能够挂花 或即便是 即便是这个画 或者是什么壁纸都不行 好像有点矛盾 对不对 好 我再举第二个例子 来同学们 我相信 有一些 某些风水节目啊 他们会讲说 如果这个主卧房 主卧房 比方说 你的床头后面 假设是厕所的话 哇 那怎么办 都说哇 这什么湿气 灰气臭气 会穿过这个厕所的墙壁 然后呢 会影响这个主卧房 人的这个 这个叫做什么 这个身体健康 夫妻感情 诸如此类的 好 那有一种建议的方法 就会挂什么 挂莲花 说什么 说这个莲花呢 这可以进化职场 可以进化这个厕所的晦气 然后呢 能够花煞 然后呢 莲花它象征着这个平静 然后还可以把整个房间的气场 都把它给进化的干干净净 就如此类的 好 那来 那这个讲法 跟我们一开始房间的讲法说 诶 房间里面不能够挂花哦 挂花的话 会容易会有乱桃花哦 诶 怎么感觉 好像有点矛盾 对不对 第三个 那第三个 其实在中国很多的吉祥植物里面 因为以前的人讲究 人丁兴旺 长者要长寿嘛 对不对 那我们要求长寿的话 长寿会有很多吉祥的寓意哦 代表啦 比方说像鹿 因为鹿它代表着长寿 乌龟也代表着长寿 然后南京鲜翁 寿星也代表着长寿 还有一个吉祥的植物 也代表长寿 是什么呢 叫做菊花 而且它的权名叫做万寿菊 那所以呢 只要家里面有这个万寿菊 或者说字花里面有万寿菊的话呢 它也象征着 希望家里面人能够健康长寿 都是这个非常非常吉祥的寓意 那在很久很久很久 很久之前的直播 有跟大家一起分享 我们可以在家里面的吉方位 求健康求长寿 这个位置呢 叫做延年方 或者是天一方 对不对 那然后呢 会跟大家分享 就是说 这个天一方 又怎么来布局 除了说 我们可以保持干净 整洁明亮之外 也可以适当适量的放 一些小盆栽 我讲的一定是小盆栽 我不会讲大盆栽 那这些 或者是说 可以放一些 代表健康长寿的 这个字画 或者是 这个所谓的 这个 也是一样 绿色的盆栽 在天一方里面 那万寿菊 就是其中一个 而且是要放在 长辈的房间 或者书房里面 那如果这样讲的话 哎呀 万寿菊 它也是花 那难道 因为这样子 我放了 在这个房间里面 放了万寿菊 或者万寿菊的 字画 壁画 长辈就会烂逃花吗 好像也不是 对不对 所以代表一件事情 其实你说 就刚刚举的 这三个例子 你说房间 到底可不可以 放花 或者睡床的 左右两边 到底可不可以放 类似像花的这种装饰品 或者是字画呢 就我相信 当然是肯定的 这绝对是可以的 那 只是我觉得 重点 我们应该是要放在 就是说 如果我真的要放的话 我应该要怎么选 就是我要 我要放什么样子的花 才适合 然后我要怎么放 才是对的 然后位置呢 要怎么放 才不会影响到 人的情绪健康睡眠 我觉得真正一个 关键在这里 好 那我就提醒大家了 藉由这个前段的 这个开场 就再次提醒大家 你们未来 不管是看到 听到 或者是说 我听说 别人跟你分享 哪怕是有 这个亲朋好友 你熟的不熟的 第一次见面 经过很多次面的 到你家 对你家的这个摆设 或者是说呢 你的这个整体的 风水视觉上面 给予一些评价 我们不要说批评 好了 给予你一些评价 提醒大家 不要太过紧张 好 不要这么急着 对号入座 也不要 最重要的 不要自己吓自己 同学们 要有智慧 要有智慧 要像这个佛祖一样 要有智慧 不要被情绪带着走 好不好 好的 那因为今天 我觉得重点 是要跟大家讨论 床头摆花 会不会招烂桃花 对不对 可是我个人会认为 我的重点 不会放在说 摆什么花 虽然刚刚有跟大家 做一个开头 我觉得今天的重点 应该是房间 什么样子的状态 会有烂桃花 或者是说 会容易有烂桃花 先说 其实命里 我觉得这世界上 没有任何一件事情 是绝对的百分之百 所以今天 等一下分享的 这个内容 相对就是说 如果说 你有触碰到 或者是说 你可能 没有去注意到 那你会有 烂桃花的 几率 会比一般人 或者会比你以前 要来得高 但我再次强调 不是百分之百 比方说 如果 如果说你 你这个 可能刚好 哪一天 你这个脑袋不清楚 然后可能 你有触犯的某些经济 也许你碰到 烂桃花 你选错人 的这个几率 就会比较大 就是这样子 就几率比较大 好 那我们先来讨论一下 就是说 会造成烂桃花的原因 那我先不讨论 我觉得 我们先 纵观来看 纵观来看 就是说 每个 只要有可能的原因 我都把它纳进来 好不好 然后呢 我觉得各位同学 要有一个健康 理性的一个想法 不管任何好的风水 和不好的风水 主角在谁 主角在自己 所以虽然说 我们今天讨论的是 烂桃花的风水 可是呢 很多时候 我们还是要 以自己的状态 摆在第一个 我们要先检讨什么 要去理性 检讨自己的个性 还有自己的生活习惯 或者等下会讲到 所有的这个内容 我自己觉得说 我检讨完的时候 我觉得我的个性 应该不能说一百分 但至少就是说 是比较平稳的状态 或者说 不会过度偏激 不会过度情绪化 这些都没有问题了 我们再来讨论风水 好不好 好了 我们先看第一点了 会容易造成烂桃花的原因 就我的一个总结是什么呢 第一个 就是说我自身磁场 会比较混乱 有一个讲法 说这个佛教 佛教重视什么呢 重视因果 然后以这个基督教 基督教他们重视什么 重视吸引力法则 吸引力法则的一个概念 就是说呢 其实所谓的 就是你 你的身上 如果充满了正性正念 正能量 那你很自然而然呢 你在日常生活当中 你所碰到的人事物 都是会比较偏向 跟你同样磁场的 这个叫做 虽然说在物理学 叫做这个 同性相吃 异性相吸 可是就吸引力法则 它是属于同样性质的 会互相吸引 或者是说互相创造 那正能量能够吸收正能量 那相对 如果说你自己本身 你的磁场 或是你的情绪 是属于比较不稳定的 那你会发现很奇怪哦 你交的朋友 你选择到的人 你遇到的事 或者是说你拿到的物品 它就是跟你的磁场很接近 而且啊 这个 它就会有点是 像是一个 呃 每况愈下的一个状态 就是会越来越糟 越来越糟 越来越糟 所以我觉得 我们要先尽可能哦 要确认自己的 本身的气场 磁场哦 是要稳定的哦 那第二个就是说 呃 什么样会吸引乱桃花呢 情绪不稳 大家不要小看 情绪不稳定这件事情哦 如果说你 很容易就生气 你很容易就 就这个难过 哦 然后你很容易会一些 因为一些小事情 这情绪起伏就很大 那就代表一件事情 代表就是说 你当在关键时刻 你要做重大决定的时候 你很容易是被情绪带着走的 哦 那特别是 因为我们今天重点 在讲冷桃花嘛 所以你在选择另外一半的时候 万一你在选择当下 你在说我愿意 你在说yes I do的时候 也许你没有很理性客观的 或者是说很 呃 我们讲说心平气和的去想象 呃 或者去思考 可能比较长远的一个状态 哦 你没有办法去 呃 很 呃 理性客观的去判断说 你下的这个决定 你说我愿意了 后面可能会有一些什么样子 负面的问题 啊 你没有办法去思考的很清楚 所以呢 情绪不稳 你很容易 这个 呃 选到不对的人 啊 会容易导致乱桃花 那除此之外呢 就是说有的时候 人在情绪的这个当下 你会做出一些 我觉得 呃 不是很正确的一个决定 你看现在很多社会新闻啊 什么 小王啦 小三啦 对不对 好 那这个有的时候都是因为在一时的这个激情 一时的自己本身的一个情绪没有控制好 那你就做出不对的事情了 哦 好 第三个容易会造成乱桃花是什么 来自于睡眠不稳 好 大家不要觉得说这睡眠不稳 这好像是废话啊 呃 还记不记得各位同学你们死去去回想哦 我现在在分享很多好的好的方位跟不好的方位 他的这个第一个基本逻辑 他的一个出发点初衷 就是要让我们常住家人 情绪健康睡眠要稳定 哦 再次强调 大家不要小看情绪健康睡眠稳定啊 这几个字啊 这三个这三样 这三个大方向只要稳定了之后 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在不管接触任何的人事物相对都会比较顺利啊 哦 所以这个睡眠不稳也会容易造成 因为你长时间睡眠不稳 那你的这个情绪精神状态 包括我刚讲的你本身的这个磁场和气场 本来就会比较不好 所以同学们如果说哦 你是不管你是因为工作的关系 你可能会需要长时间熬夜日夜颠倒 又或者就是说呢 你可能经常会习惯晚睡 可是你晚睡呢 你依然要早起 长时间睡眠不稳的话 也要提醒你哦 你要适当的给予自己休息的 充分的休息 好好调养自己的这个 这所谓的气场 不然在我们讲说 以这个烂桃花这一个块的话 你碰到的几率也是蛮大的哦 还有再来就是说 我觉得比较会容易造成烂桃花的原因就是价值观呢 这个价值观我觉得有的时候可能走的比较偏激的时候 那我这个所谓的偏激是指的就是在感情方面 举例来说咯 就是现在有很多男女他们在恋爱观 就所谓的素食爱情啦 就是只要两个人在一起开心的时候就好啦 OK啦 对不对 不要想太多啦 那我觉得不是说这样子是错哦 因为其实不同的时代 看待任何 我觉得看待任何人事物 他都会有自己的一个标准 我觉得这没有绝对的对或者是错 但是我觉得过度偏激就要稍微小心一下 比方说呢 我追女 比方说一个男的要找这个女朋友 他只要求要白富美 要白富美 然后呢 这个女生呢 要找这个男生的伴侣呢 他只要求高富帅 这种比较偏激 或者是说呢 就是你太 我们讲说执着 你太就是 执着于某一个区块的时候呢 那你就会容易 因为你偏激的一个 我们讲说价值观 或者是三观 你选到一个不对的人 因为你看的 你只有表面 你看的只有你真正在意的什么 白富美高富帅 但是他内心真正的一个状态 其实你并不了解 这是要提醒的 好那第五点 容易会这个 造成烂桃花的原因 那就是在居住的环境 那我想第五点是今天的重点 是今天的重点 居住的环境 那等一下会跟大家来讨论 那第六点 容易会有烂桃花 刚刚有提醒 注意哦 各位同学们 你们的作息 作息尽量正常啦 你说现代人 你要这种什么 九点钟 十点钟 十一点钟 上船睡觉 就不见得每个人 都能够做得到 那你偶尔日夜颠倒 我觉得还OK 但是如果说 你是完全这种 日夜颠倒 而且你的日夜颠倒 你是比方说 你可能去 去酒吧啦 跟朋友出去玩啦 这种的日夜颠倒 我就真的不建议啦 那还有另外也是要注意 你们的就是在交友 选择朋友的这种状态 然后还有生活习惯 比方说尽量 什么酗酒啦 尽量动不动就跑出去 跟朋友在那边 卡拉OK啦 因为这一种 其实我们讲做生活作息 本来就不是一种正常的状态 那如果说你一直让自己 长时间处于这种 不正常的状态 你本来选的人就容易 乖乖的嘛 那当然最后啦 就是如果说啊 以上这几点 以上这六点 你都有做到 而且在搭配上 你睡到不好的方位 那什么是不好的方位 等一下会跟大家 一起来分享啦 那综合上面这几个人 那你就会容易判断错误 很简单啦 你判断错误的话 那你遇到烂桃花 那你怪不了别人 你也不要怪房子 你只能怪你自己啦 好 那来 所以这是我们讲说 纵观呢 我们就比较理性客观 去探讨喔 就目前 我们简简单单 可能会造成烂桃花的原因 那你有种吗 或是你的同学 你的亲朋好友有种吗 希望大家都不要种 那如果说真的 这个种了呢 那也希望在 今天的这个直播之后 你可以慢慢的调整回来 好 那我想我们就进入 今天真的那个重点 就是在居住的环境 或是我们讲的 这个洋宅风水 会造成烂桃花的状态 有哪一些 其实当讲到洋宅风水 这个很多同学都会很期待 哇 是不是有一个 有一些什么 很恐怖的方位 对不对 是说 哇 是不是有一个 很酷 很厉害的一个政法 可以把这个烂桃花 给这个 直接压 这个 消除掉 那我必须要跟大家讲说 大家 不要想的太多 好不好 我把这个 今天帮大家整理出来 在居住环境 或者洋宅风水 可能会造成烂桃花的状态 总共有 这样子加起来 总共有14点 总共有14点 可是呢 这14点讲真的 大概90% 我觉得都是很稀松 平常大家都听过的事情 这代表什么意思 代表就是说 其实 大家以后看待洋宅风水 真的不要太过于 我觉得不要太过于偏激 那也不要再次强调 不要太过于紧张 不要这么急着 对号入座 很多时候啊 我们只要保持 尽可能维持 良好的生活睡眠 饮食习惯 然后在居住的环境 尽可能维持 干净整洁明亮 阳光空气水 我们就能够 靠我们自己 尽量去避开 大部分的问题 好 我们先来看第一个 在居住的环境 就像在风水上 容易造成烂桃花的状态 就是说 如果你的睡房 长时间是昏暗的 昏暗的这个环境 那这个昏暗 它就跟光线有关嘛 比方说 如果你的房间 长时间采光是不够的 那你不够就算了 如果你的房间 还是长时间 这种灯光微弱的 又或者是说 你明明采光很好 但是你长时间 把你的这个窗帘 给拉起来的 你要留意哦 因为人啊 如果长时间 是处于这种 阴暗的空间 第一个 在睡眠品质上面 很容易 怎么睡都睡不保 这个跟方位没有关系 任何方位 遇到这种状况都一样 举例来说呢 像我们如果去出差 像我出差的话 那我就会 因为在一开始 我可能就会特别请 小邦所帮忙 选这个 下他的饭店的时候 一定要选 有对外窗的这个房间 因为我曾经有睡过 没有对外窗的房间 那真的是睡得昏天暗地 如果没有这个闹钟的话 你根本不知道 现在是白天还是晚上 那更不要说 你看出差 只是住个几个晚上而已 更不要说 你长时间 是睡在这种 阴暗的这个房间里面 这个就要特别特别留意了 好 如果天 这个天的 先天采光不足的话 那我也会建议你 你在你的房间里面 预留一盏暖光源的灯 黄光的灯 让它24小时保持长亮 更正 没有睡觉的时候 让它保持长亮 睡觉的时候 你可以关起来 好 那另外就是 这个长时间昏暗 也会跟什么有关呢 跟你房间的配色有关系 那种这种 就是如果说 你的房间已经采光不够了 你就尽量去少用那种 比较重的颜色 什么黑色啦 深咖啡色啦 深灰色啦 这一类的色系 就尽量少用 那这样子 我们就能够避免 长时间昏暗 造成这种 睡眠品质不是很好 没有冲到电 然后整天昏昏沉沉的 你在看 你在做很多事情的时候 心有余而力不足 不止工作会这样子 你在选对象的时候 也容易遇到这种状态 好的 来 那我们来看第二点是什么 其实如果你的睡房 你是长时间处于杂乱的状态 同学们 为什么我一直跟大家分享 这个阳灾风水 六字针也干净 整洁明亮 其实人的一个 或者说我按照这个 化学的理论而言好了 每一个物质 我讲说 每一个物质 它的外面呢 都会有什么 都会有一个电子 都会有电子和直子 或者 不要讲太深 反正外面都会有这个电子 在什么 在缠绕 那你一个物体呢 你就只有一个单独的一个电子圈 在那边缠绕 那我觉得问题不会太大 可是当你很多很多很多物体 而且你这些物体都摆得不整齐 很杂乱的时候 你就去想象 你的房间里面 假设你散落了50件小东西 就有50件的这个小的这个电子 这个电厂在那边绕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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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你这样看久 你不管在视觉上面 或者你本身的感受上面 你心情本来就不容易静得下来 好 那我相信有些同学会说 老师 我哥的房间跟狗窝一样 可是他睡得跟猪一样熟 这样子好像有点跟你讲的不太一样 那我只能说了 他习惯了那个环境 并不代表那个环境对他没有影响 或者是说呢 我们可以这样子讲 假设你哥哥现在 他的工作的成就 我们打个分数70分 你相信我一件事 你把他的房间整理得干净 整洁明亮 先这样子就够了 什么风水先不管 干净整洁明亮 OK 相信我 他的这个工作的绩效 他能够很自然而然 就这样子慢慢慢慢的 再往上爬 爬到80分 甚至他整体的气色 他整体的这个健康的状态 精神状态 一定会变得越来越好 好 然后另外就是 在我们之前有去过 一个一户家里面 那他在哪里 忘了 好像是在土城吧 那这户家就真的是 还蛮特别的 不论是这个爸爸妈妈的房间 姐姐的房间 弟弟的房间 这个床上呢 基本上就是一座衣服山 衣服山是什么 就是不管有穿过的衣服 这个刚洗完烘干的衣服 或者是明天要穿的衣服 反正就是全部都堆在床上 真的 这个景色我真的 不太方便拍照下来 但是 这是实实在在的一个案例 那其实像这种状态 你长时间杂乱了 第一个 人看的 除了心情会容易浮躁 第二个呢 你在我们讲说 做事的态度上面 你会变得比较消极 为什么 因为很简单 这是一个 我觉得是一个行为心理学 你不去整理 其实有的时候 你是一个逃避的一个心态 你会觉得说 反正放了就放了 或者就是说 我等一下再整理 这一等就是三年 三年之后 你也不会再整理 那这一种状态 它慢慢的有形无形 它会影响到什么 它会慢慢的潜移默化 你在对于任何人事物的 这个选择上面 你就会有点比较消极 比较被动的一种 一种心理的一个思维 或者就是说呢 你可在遇到问题的时候 你会处于一种 比较逃避的一个心态 比较拖拉的一个心态 那你说这样子 会不会容易遇到烂桃花 那肯定是会了 这第二个 所以这房间呢 长时间杂乱要特别留意了 第三个 容易遇到烂桃花呢 居住的状态 就是如果你的房间 是长时间闷热的 闷热的情况 我可以理解 不见得每一个房间 通风都很好 不见得每一个房间 都有这很大的 这个对外窗 但是如果说你的房间 本来通风就不好 那你要想尽办法 透过不管是风扇 排风扇 这个比方说心风系统 或者是所谓的空调 让你房间的气流 它要呈现是一个 健康的流动状态 因为人如果长时间 是处在这种密闭 或者是说 空气不流通的情况 其实你人容易变得懒懒的 你在选择任何事情的时候 你不会想要进一步去了解 你的积极度也会不高 所以我们在选择一些 不管做任何选择 不管是你在生活上的选择 财务上的选择 又或者是我们今天讲 你在人 挑另外一半的选择上面 你就会变得比较 就不积极 比较懒 所以你只看到 你只能看到眼前的状态 也许你在决定 要或不要之前 别人给你看到的状态是好的 但是它是真的好吗 表面的好 并不代表是真的好 表面的光纤量 你并不代表说 真的生活之后 它适合你 那所以在这个房间的 这个气流闷热 这个就一定要特别留意了 好 那然后 那你说 有些同学会好奇说 老师那以前没有电风扇 没有空调 更别说什么新风系统 老祖先根本不知道 这是什么东西 那怎么办 那所以呢 同学们还记不记得 我有跟大家讲过 以前人的生活习惯 因为没有空调 没有电风扇 所以夏天的时候 他们会把房间门 跟大门 长时间打开 这是他们唯一能够做的 尽量让这个气流通风 变好的一个方式 可是同学们 你现在在家里面 或者你在房间 你会经常把门打开吗 很少吗 对不对 大家现在都注重隐私了 所以就提醒大家 如果说你真的是选择到 这种比较闷热的 这个空间 通风比较不好的 不管是房子 或者是这个房间的话 就运用现在的电气 让它通风去变好 这样子对于你在选择上面 比较不会 或者是说在头脑上面 会比较清楚一点 比较不会去遇到一些 磁场不好的人了 好 那第四个就是睡房 如果长时间是潮湿的话 同学们不要觉得 这点很不可思议 还记不记得 我们曾经在风水出任务 我们去 我记得好像是炉州吧 那边应该是 应该是炉州 没有错 这一个业主家呢 就是他之前有请一位 风水老师帮他先看过 那也是在他的房间 那然后呢 这个风水老师 有建议他 就是刚才讲的 说什么他家犯的 什么三门通 说什么钱财一路空 说什么 说这个 要他把房间 大片采光窗户 全部给封起来 说要不然他 这样子永远会 留不住钱 那也很奇怪 就是 我觉得有的时候 这个运势就是怪怪的 当某个人跟你讲 这个问题的时候 你刚刚好那段时间 就真的是留不住钱 所以你就觉得 哇有够神耶 所以你就想 所以他就相信了 那相信之后呢 他就真的把他房间的窗户 全部封死 真的是封死 好封死的时候 遇到什么状况呢 第一个采光没有了 第二个通风也没有了 第三个 在他居住的那个环境呢 其实真的是 相对比较潮湿 特别是在季节交替的时候 那没有采光 没有通风 你说你屋子里面的湿器 要散掉 除非你开大量的 这个出湿器 那可是他又没有开 所以他的主物房 就会有非常多的 霉斑还有臂癌 你们去想象这种状态 你觉得一个 一个 身体再健康的人 如果你长时间 睡在这个空间里面 第一个 你的健康一定是不好的 第二个 你的精神状态 也肯定 就是会觉得 很容易觉得 越睡越累 好 那然后呢 精神状态不好 睡眠不好 那这样子你隔天 你在情绪上面 本来容易起伏 就会比较大 因为你的身体的状态 你不是处于一个 我们讲说 充饱电的一个情况 对不对 还有再来是什么呢 就是说 长时间潮湿 人的皮肤 像我们这位业主 他的皮肤 特别是他先生的皮肤 就长了很多 那种怪怪的 你说红疹吗 反正就是很痒 很痒 那就是过度潮湿 再加上房间里面 太多霉斑 还有臂癌 所以他很痒 一直抓 抓到就有点像 已经那个叫做什么 就有点像是 异味系贫富炎那样子了 还蛮严重的 那后来就是我们去了之后呢 其实我就直接 当下直接跟他讲说 你这个房间 你什么都不用做 你把你那个 遮挡的那些 什么木板 衣柜 全部搬开 全部搬开 那很快哦 比方说 我这两点钟到 我两点 两点十分建议他搬开 然后我们两点半 再去他的房间的时候 他房间整个状态 跟气场都不一样 先生回来看到之后 心情非常的好 好那所以来潮湿 也要特别留意了 好 所以你们会发现 前面四点 就是呼应到 我一直在跟大家讲 大家讲的生命三要素 阳光空气水 采光通风 还有湿度 这是大家不要想看这几点 这几点 如果我们空间 没有办法控制好的话 很容易会影响到 我们后续一些人际关系 特别是今天讨论的 情感的状况 好那再来第五点是什么 就如果房间 睡房的洞线过窄 这东西过窄 是什么意思呢 来这呼应到 就是在网路上 有一个讲法 我也觉得很特别 我怎么想都想 想不通 这为什么会这样说 房间说法说什么 说这个睡床 或者说孩子房间的床 一定是要双人床 如果说呢 你的房间 长时间是睡单人床的话 因为你是睡单 所以你不容易脱单 你永远是这种单身的状态 就算你交了这个对象 男女朋友的话 你也很快的分手 我觉得这一点是有点 我觉得我找不到 这个逻辑在哪边了 不好意思 我觉得呢 正确的一个讲法 应该是这样子了 如果呢 你是已经结了婚了 你是结婚了 或者新婚夫妻 你的睡床 我强烈建议 要用双人床 你不一定是要用 什么king size的双人床 但是呢 不要用单人床 我觉得这种讲法 我可以接受 我可以接受 我也觉得这样子 也是比较合理的 不然很简单 我这样跟大家举例 其实像现在 台湾也好 会说你说新加坡 马来西亚地区的 这个同学们也好 不见得每一个房间都很大 你要想一个房间 对于孩子而言的话 可能会考量到三点 三样很重要的东西 第一个要放床 第二个要放衣柜 第三个要放书桌 对不对 那当你这个衣柜和书桌 都一定要放进去的时候 你觉得你还有空间 放双人床吗 很多时候 它是没有这个条件的 可是如果说 你硬要执着在这一点 说不行啊 老师 那个房间都讲说 我放了双人床 我女儿这个 交不到男朋友 她年纪都很大 一直夹不出去 我很担心啊 结果你硬放了一个双人床 不是说放不下 但是你放下去之后呢 你的动线完全没有了 这变成说呢 不管孩子也好 女儿也好 家人也好 回到房间之后 就觉得心情很阿杂 阿杂到怎么样呢 我知道我有一个书桌 但我这书桌 我椅子拉出来 我只能拉一半 为什么呢 因为我放了一个双人床 再不然就说 我每天这样子上床下床 我都要干嘛 都要用跨脚的 为什么呢 因为我动线不够 所以我觉得很多时候 我们再次强调 我们再看一些风水煞气 这些评价的时候 我们要理性客观的思考 很多时候呢 我会这样建议大家 别人问我说 老师我床要放哪个位置 我会先跟他讲说 你先忘记风水的方位 我们先去思考 床放在哪几个地方 动线上面是最顺畅的 这个是最重要 最重要 最重要的 OK 但动线如果说都没有问题了 我在动线没有问题的 这一个或两个的 这个选择之下 我再去看 哪个方位是最好的 这样子 安床是最安全的 千万不要为了 就是说 我要去避掉某一个 什么风水煞气 我要去这个符合 尽量去抢某一个风水 好的位置 结果安了床之后 我动线整个不顺 这样子就有点本末导致 好 所以提醒大家 房间的动线不要过窄 然后不要过度去迷信什么 单人床会导致永远单身 烂倒化 没有这种讲法的 反而我会认为 如果你房间的这个床 大小不合理的话 反而会容易有烂倒化 为什么 因为它会影响你的情绪 影响你在这个房间里面的情绪 好 那再来就是说 我们看第六点 这个睡房 不常用的东西 就是我们尽量就把它浓缩 或者是我们就是把它 去把它舍去掉 什么意思呢 还是呼应到就是现在有非常多的房间 其实空间是不够的 那空间不够的一个情况之下 你说好像女性同学的房间里面 也许会纠结说 哎呀 我到底要不要放梳妆台 其实现代人呢 就我的一个了解了 已经差不多九成五 我不敢说百分之百 已经将近九成五 现在使用梳妆台的频率和时间 是非常非常的低 平均下来使用会使用梳妆台的时间 就两个 一个早上洗完脸 第二个晚上洗完澡 顶多晚上睡觉前 你可以做基本的保湿啊 然后基本的一个 比方说什么妆底啊 但是用的时间都跟以前人比较起来 都不会太长了 好 所以如果说呢 你是单身的这个女性同学 或者说你可能已经结婚很久了 觉得梳妆台 好像可有 但是也不一定 非得要放一个这么大的一个 这个物体 占用到主卧房的空间的话 你可以尝试怎么样 可以尝试把梳妆台 跟你的柜子 衣柜结合在一起 现在有很多梳妆台 它是隐藏 内盘在衣柜里面的啊 这种我觉得在空间的 运用效率上面就很棒 另外一个呢 像现在有非常多的同学 会把梳妆台 或者那个镜面 跟什么 跟主卧房的电脑桌 或者是主卧房的每一个 某一个桌面 结合在一起 这ok不ok 也ok啊 当然没有问题啊 因为你这样一做 其实你就会把怎么样 把空间给争取出来了 对不对 好 那我只是举例一个 这个梳妆台了 那像有一些 有一些房间 如果真的太小的话 我建议就是说 我们要去做一些 减法 不要再做的加法了 好像比方像有些 家长 我觉得也是蛮挺可爱的 老师我的 我的孩子需要书桌 ok没有问题 老师 这个房间 是不是还应该 要放一个电脑桌 我就问他说 书桌和电脑桌 差别在什么地方 电脑桌是小孩 打电动的时候用的 现在孩子 就喜欢打电动 他觉得打电动 是一种舒压的方法 所以呢 他房间 是不是应该 也要放一个电脑桌 我就问他说 电脑桌 那这个电脑桌 跟书桌 能不能够合在一起用 你把电脑 放在书桌上面 是不是书桌 也是电脑桌 这样好像也是 ok 老师还好你提醒我 不然我这个房间 我就会放两张桌子 所以大家 就是大家 我觉得可以 我们把心胸 放宽一点 不要把自己的思维 给局限住了 好不好 那不常用的东西 就尽量 就是要么浓缩 要么就把它舍弃掉 好 那第七点 也是要提醒的 房间里面放镜子 这是绝对没有问题的 那但是呢 这个房间 你在装潢上面 你的镜面 不要太大 也不要太多 很多同学都问说 老师 我房间 我需要一个穿衣镜 可不可以 当然没有问题啊 那很多的穿衣镜 它可能是结合在 这个衣柜的门板上面 在里面 这个不会长时间照到床 或者不会长时间 在你睡觉的时候 对着你的头 在你的头旁边这样照 那就不会有太大的问题了 但是既然是在房间里面 我建议大家哦 你不是在走什么秀啦 你也不会在房间里面 像那什么韵律教室 跳那什么三阵舞啦 对不对 你不会在那边跳 在房间跳这个舞 那你没必要 要像韵律教室 那么大片的镜子嘛 够用就好了 不要放太大 因为你放太大的时候 有的时候是这样子啊 就是 你看在睡觉的 这过程当中 你不经意的 你就会往镜子那边看 它会影响到你睡眠的 这个熟睡的程度啦 那还有再来就是说 就某一些道家的 这种玄学的理论 会说 太大面的镜子 它会有一种 让人晚上容易会做噩梦 或者会容易心神不宁 会有这种讲法 那 再次强调 房间里面放镜子 是没有问题的 但几个大原则 不要太大 你不要大的像 韵律教室一样 你也不要就是 让这个镜面 长时间对着你的头 这样就没有问题了 好不好 好 那然后第八点是什么 第八点是提醒大家一下 有非常多的 家里面的孩子 或者是说呢 先生 有收集公仔的习惯 那这个收集公仔的习惯呢 要稍微留意一下 建议就是集中 然后呢 再来就是精简 你不要就是说 放的到处都是 因为 如果你过度 家里 比方说房间放太多 Hello Kitty 举例啦 或放太多 害贼王 我觉得看上去 就是一个字 就叫做乱 那一旦乱的话呢 其实我觉得 你在房间里面 这个状态 特别是情绪的一个状态 本来就是容易不稳定 那你不稳定 你再处理一些 比方说情感上面的决定 或者是说 你要做一些 交友上面的话 你本来就容易判断错误啦 这个按照我们的一个经验 确实是这样子 举例来说 像我们曾经 应该是高雄吧 高雄的某一个家里面 他们目前就是一家三口 就是妈妈 然后姐姐妹妹 妹妹睡的这个房间 刚好就是在 面对阳台的左前方 那左前方这个房间里面 其实采光非常的好 但是你一进去 你就看到非常多什么 粉红色的这个 公仔 可能有Hello Kitty 那可能也有什么 什么Melody 或者还有其他 反正只要是粉红色 那种Pinky的东西 他都很喜欢 看上去呢 你把 如果我把眼镜拿掉 我看上去 哇 就整个房间都粉红色的 感觉好像很可爱 但我也是说 整个房间 粉红色看起来 也太恐怖了一点 可是当把眼镜 戴上去的时候 你就看到 这边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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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面上 通通都有 这个状态 就是乱 你只要乱 大家不要想象乱这个字 这个字 你长时间植入 或者你已经习惯乱 这个状态 或者这个字的时候 你在处理很多的事情 你就是会朝乱 这个方向来走 这个是行为 这行为学 这跟风水 没有太大的关系 但是确实是这样子 好吗 所以就建议大家 有公仔收藏品 不是不行 但是要集中 而且要精简 不要到处都是 如果说你真的 这个对于收集公仔 没有太大的一个方向的话 在风水出任务 某一集 我们到高雄的岗山 也就是说 那一集讲的是什么呢 就是 就是一开门 就有电梯口的那一集 你去看一看 他的儿子是怎么样 去好好收他的公仔的 好 第九点 我觉得也是跟今天的主题 比较有正相关的 就说呢 就是 有很多的 讲法是说 这个睡房 不建议放活的花 就真的花了 那我个人会认为 房间不是不能够放 这个真正的花 只是呢 你的一些地方 你要控制 第一个在数量上面 你要放顶多 顶多放一小盆 顶多放一小盆 就够了 但是呢 你如果确定要放 你一定要记得 这个花 你一定要让它养得好 养得好的一个概念 就是它是要有生气的 它是要新鲜的 好 再来就是说 你放花的位置 尽量你要靠近窗 不要靠近床 好 再说一次 花呢 数量上面 你真的要放房间 真的 能够不放是最好 因为呢 大部分的人都会有惰性 然后再来呢 就是说 不见得每一个人 都有这个耐心和时间照顾花 所以我先讲一个大原则 我绝对不会主动建议同学们 在睡房里面放花 但你真的要放花的话 记得数量 维持一盆 最多最多就一盆 然后一定要有时间跟耐心 把它照顾得很有生气 很有精神 然后尽量放在窗户 窗户旁边 不要放在床头柜旁边 因为这样子会容易 影响你睡眠的品质 然后最重要的一个禁忌 我很少会主动 跟大家讲禁忌 最重要一个禁忌 这个花 你千万不要养得要死不活的 就能看得好像快哭掉了 结果你还硬把它放在房间里面 这个通常都会有些不好的状态 好不好 所以这个第九点 稍微留意一下 好 那第十点是什么呢 像这个有同学问说 老师那我在 因为像我自己本身 有在做一些副业 我做什么 我是做永生花的 那这永生花 它本来是真花 那只是最后我把它干燥了 而且有一些永生花 它是放在这个精油里面 它会香喷喷的味道 这OK 可不可以 好 我先说 如果说你要放这种塑胶花 或者是永生花 如果你只是 你的一个目的 只是把它当做一个 简单的装饰 而且它的这个体积 不会太大 而且数量上面 你只放一盆 最多最多 两盆 千万不能够到处都是 那我觉得 我是可以接受的 好不好 再说一次 如果你要放这个塑胶花 它是小小的状态 然后它不会太大 数量上面 顶多一件 或者是两件 那你只把它当装饰 不是要拿来做风水的 我觉得OK 那千万不要弄得到处都是 可是对于塑胶花 和永生花 在房间里面的话 有一个 我觉得蛮重要的禁忌 再次讲禁忌 你要稍微留意 因为呢 以台湾而言的话 其实空气品质 有些地方确实不是很好 落成比较明显 在这个干燥花上面 有的时候 你落成大 它长时间 它会积累一些灰尘 那这个灰尘呢 你可能在不经意的过程当中 举例 假认你放在小朋友的房间里面 万一它本来天生就有这种过敏体质 容易会什么气喘 咳嗽 那就要特别留意一下 你放这些 这些永生花 或者是这种装饰的花 灰尘要定期去清理 好 然后 那 你说放假塑胶花 或者是永生花 到底会不会有烂桃花呢 只要你不是拿它们来 这个做这个风水布局 或者你不是刻意去求 只要跟人有关 不管什么贵人 或者是什么桃花 它就不会有烂桃花的状态了 好不好 有先决条件 同学们 一定要符合先决条件 你要放再放 但是我不 我强调 我不会主动建议 大家去放 真花 塑胶花 或者是这个永生花 好 那再来就是来第十一点 就是有同学会 刚刚讲了 小编有帮大家整理出来 那我床头的这个 币贴有花 会不会像坊间讲的 也造成烂桃花呢 来 这个 其实啊 只要你的这个花的这个形啊 它那种浅浅的状态 像有一些 我觉得 有一些这个壁纸 我觉得设计的还不错 它那种若隐若现 若隐 所以比方说这种 白色的底 但是它的这个花 它是细细的这种金丝 可不可以 这当然没有问题啊 这当然没有问题啊 然后 比较建议的是什么 尽量不要去选那种大红大紫的话 太过于大红大紫 你要大红大紫的话 那我就是 我会再进一步建议你 你面积小一点 你把整片墙都是红的 那我觉得这有点恐怖了 这不是浪漫 这就恐怖 OK 因为啊 人的一个视觉是这样子哦 人只要看到火代表的颜色 比方说这个大红大紫 在情绪上面 比较就会 心浮气躁一些 那这没办法 这就是颜色给人的一个视觉 感官的一个影响 这是很自然而然的 或者说好 老师我们有心浮气躁啊 可是你会发现 你看到房间里面 一进去就大红大紫 你精神状态特别好 好 你就是觉得 好像不容易睡着了 就是会容易这些状态了 所以会影响一个人的情绪和睡眠了 所以通常不建议 你这个房间 如果你要放一些什么 什么挂画啦 或是放一些什么 这种什么壁纸啦 壁贴啦 尽量那种红色紫色 太过于显眼的 还有再来会建议了 就是房间 如果你要有一些壁纸 或者是挂画的话 你这些花的一些状态 最好它是能够延伸出一些 比较吉祥的含义 吉祥的寓意 其实它的道理很好懂啦 除了说我们看了之后 能够尽可能去 往好的方面去想之外呢 其实有一个手法 它就是 我看到花 我淡化掉这个 比方说牡丹花 我看到牡丹花之后呢 我去转化 转化成什么 转化成这种花开富贵 就这个意向 去转移掉 我对它颜色的一个注意 这种方式可不可以 也是可以啦 好吧 所以如果说 真的房间里面 因为你个人的一个需求喜好 你可能要有一些花的图案 或者是壁纸的话 你就可以朝这个方向来走 好的 那 所以以上是针对 就是我觉得比较生活方面 大家都能够自己去选择 自己去规划的 这个十一点 那在下面呢 会有三点 就比较跟方位有关系啦 那这个方位有关系呢 这个 会几个状态啦 就等一下分享了 这几个方位 如果说是在大门啦 或者说是在你经常睡觉的睡床啦 或者是说你会长时间 酒呆的位置 这个酒呆的位置呢 比方说像是你的书桌啦 那就稍微留意一下啦 因为会容易影响你的情绪 睡眠还有判断 那有些人也许会觉得说 我的情绪睡眠 那是我个人啦 可是我觉得就是说 我的状态没有问题呀 可是有的时候我们讲说 你觉得你的状态没有问题 但是你不自觉 你不管是在跟另外一半 沟通的这个过程当中 也许你 你自己 你的表情 你用的文字的语言 或者是说你表达的这种肢体的一个状态 你不是因为你没有注意嘛 你可能不是过度情绪化 或者你过度就是分心了 可是你给对方造成一种不舒服的感觉 或者是说呢 给对方一种误会的这种想法 那也容易会造成俗称的烂桃花 好不要过度紧张 不要过度紧张 来我们来看一下 第一个方位是什么 就是如果说你的大门睡床 或者你长时间久待的位置 是在病服胃和泄气房 那你稍微留意一下 那就是因为这两个位置 对于人的一个精神状态 或者是说 你很多时候在做事 选择的一个正确度上面 他反正就会打折扣 会容易判断错误 好然后再来就是说 特别你在如果要做一些 我们讲说 另外一半的这个选择上面 也容易会选到不对的人 好 那 可是这个前提是什么 就是如果你是 你在病服胃泄气房 但你并不知道 像我们有很多同学是 已经有做过风水规划 甚至已经做完风水布局了 比方说你的病服胃 已经化解过了 泄气房也化解过了 OK那就没有问题了 就不用过度担心了 有些同学可能会过度紧张 哎呦要求我 我现在我的这个 我的睡床就在病服胃 那该怎么办 已经布局过了 就不用紧张了 好 第二个是什么 如果说你的睡床 大门 长时间待的位置 是在杀气房 那杀气房因为光听名词 就在这个位置 你容易会比较过度冲动 然后会容易被情绪带着走 所以你在做一些判断的时候 选择上面的时候 容易会失去理智 容易会因为一时的意乱起迷 然后呢 你只看到表面的这个状态 但是呢 你做了选择之后 到最后或者是很快 你就会发现你选择是错误的 好的 那是第二个 那第三个啊 前面两个都是讲本宅的方位 然后第三个就讲流年的方位 稍微留意一下了 每一年的流年 都会有所谓的破财心 还有是非心 但是呢 不是每一个坐项 每一个方位都会受影响 我先讲了 好 那就是针对某一些方位 或者某一些坐项 你在当年的破财心 或者是非心跑进去 那你就刚好碰到大门睡床 或者是你会长时间待在这个位置的时候 就是情绪就会比较容易浮躁 心思就会比较浮动 那情绪浮躁 心思浮动 其实很多时候不自觉 依照吸引力法则 还有这个所谓的行为的心理学 就容易吸引到一些比较 不好的桃花气场 好 那 来 那这个时候 讲到流年 大家可能就会开始紧张了 老师 那我家 我家如果碰到这个破财心和是非心 怎么办 不用紧张啦 我在这个2024年 流年 风水讲座的时候 已经有提供大家一个方法 一些基本的方法 尽量去宣泄掉啦 那你如果说你真的很担心的话 那你可以自己来评估啊 比方说到2025年的时候 你可以请你信任的郭德封水老师 到你们家去做流年风水的 这个布局嘛 对不对 好 那刚刚是跟大家去分析哦 在什么样子的情况之下 可能会 遇到这些 我们俗称这种烂桃花的 不好的 这种气场 好 那现在呢 就是 我相信有些同学知道了之后 就尽量去避免 或者是说呢 就是变得更为的谨慎 尽量不要去触碰到 这一些我们俗称的 这叫什么 这种俗称的 原因啦 或者尽可能让自己 长时间待的环境 是属于好的 好 那如果说 我们真的能够做到 所谓的这个 避凶 我们真的能够做到 这个化煞 那在接下来 我觉得也是大家 很希望听到的 怎么样去招到好的桃花 同学们 我们要有一个 正确 客观 理性的一个思维 我们要去招好桃花之前 一定要先把家里面 或者是说 你自己个人身上 这些不好的气场 尽量去干嘛 尽量去拔归零啊 要不然你就尽量 你要尽量让你身上那些 比较负能量 不好的气场 尽量去把它排除 你才有可能 去这个 吸引到好的这个气场嘛 那个 以前人都讲什么 旧的不去 新的不来 但是我个人会认为 你坏的不去 你好的怎么会来 是不是 好 那我们来看 怎么样去有好的桃花呢 首先第一点 最重要的 你自己的状态要好 你不要你自己的状态不好 你要想到吸引好的桃花 你要觉得说 我这个楚楚可怜 我好像这个 稀释的一个状态 我牙痛 你觉得说 我一个牙痛 好像这个好男人看到 你就觉得你很可怜 现在来照顾你 同学们 不要这么天真了 好不好 先让自己强大 先让自己的状态 是稳定的 你自己的状态好 你情绪稳睡眠 稳这个气色好 你才有可能 去吸引到 正心正念正能量的 这个人事物 来靠近你 这第一点 第二点是什么呢 就是说 因为我们今天重点是讲 这个睡床 床头 那睡床跟床头 就是在你的这个睡房里面 所以我觉得 最基本的一件事情 大家先不要想太多 先不要去想说 我的床是在什么方位 不要不要不要 先忘记 你现在先站到你房间的房门口 你去看你的房间里面 你扪心自问 或者你现在把眼睛闭起来 然后呢 再把眼睛打开 你去看一看 在你打开那一瞬间 你看你的房间 你心情是好的 还是不好的 你是觉得说 哇 我回到这个房间 我觉得我好开心啊 我好放松啊 还是觉得说 好吧 回来了 还是这种状态 如果你是属于后者的 那你要检讨 因为你回到房间 我必须说 这不是开心的 只是你不得不回去 为什么 因为你不回这个房间 你没有地方睡觉了 所以你要尽可能 去坐到你的房间 你看上去 不管是说 在视觉上面 整体环境上面 你看起来就觉得 哇 很有自信 会觉得说 我回到这个房间 我就是能够彻底的放松 你房间能够坐到这一点 你房间不用坐得太豪华 也不用坐得什么 摆很多什么风水物 基本的一个 我们讲说 七十分 就觉得没有问题了 好吗 好 那然后第三点 我觉得也是很基本的 刚刚一再跟大家分享 就是这个采光啦 通风啦 适度啦 要尽量去控制好 然后呢 第四点就是说 如果呢 你自己 平常很认真 有一直在跟我们的直播 对于自己房间里面的 这个方位都很清楚 那当然会尽量建议 你的睡床 不要安在不好的方位 或者是说呢 如果真的没有地方 可以去避开 那我也会建议 针对不好的方位 你要去做一些处理 不管是说呢 你跟我们的直播 自己尝试着慢慢做 或者是说呢 你可以 因为接下来要到年底了嘛 年底呢 我们从 今年的冬至是12月21号嘛 那所以在冬至前后 我们就会进入 所谓的流年风水布局 这一块 我在11月 我在11月 就会有这个流年风水的直播 那缺切几号呢 大家就是慢慢等 静候 小编公布 好吗 好 那我们透过这个 分享的方法 或者说你们也可以请 一位你信任的过的风水老师 到你们家 去帮你们家 做一个完整的风水规划 好 那然后再次强调哦 如果你是睡在不好的方位 但是我已经有去你们家 风水布局过了 那就保持平常心 就正常去睡 好好的去睡 像刚刚Terry就说了 我很喜欢我的房间 我看到我的房间 我就觉得心情很好 这个Terry的房间 真的是 我觉得 应该怎么讲 明明是一个居家的这个房间 但是就真的弄得跟度假村一样 不是度假村的豪华 但房间其实就非常的 我觉得就是简简单单 而且重点 你一进去 去这个房间 就知道说 这个房间的主人 他对一个生活上面的一个 我觉得 我觉得生活的一个品位 或者说他对自己生活的要求 其实你一进去 你就能够很明确了 那我相信各位同学都能够做得到 那大家好好加油了 好 那前面四点 重点哦 前面四点 如果你确定你都能够做到 那你还想要去增加自己桃花云的 我强烈建议你 你可以到我的YT频道 你去打 你去找 你去打 招桃花 这三个字 那我相信 因为小编前段时间 才这个 才分享的影片了 就有跟大家分享 如何用这个简单的方法 省时省地 省钱 省麻烦的方法 透过自己的一个DIY 这是尝试的为 个人的一个桃花的气场 往上来加分 所以来 如何招好桃花 就这五点 简简单单的五点 都不会太困难 那所以跟各位同学 一起来分享了 好的 那我想 哇 今天的这个时间 也是进行的很快 刚刚好 刚刚好 有位同学在 问了 小编说 招桃花目前在YT频道会员专区 同学们 如果说你对招桃花 很有兴趣的话 你可以加入 李勤老师YT的会员 好 回答一位同学的问题 今天早上第一次在家乌 在家乌龟 乌龟 在西北进大门 然后下午 有一只蛇 在富贵花园 这是代表什么意思 这个吴爱萍 很抱歉 我不太清楚 你问的问题 是什么意思 很抱歉 你的问题 我没有办法回复 然后小编问说 老师请问 生物格是药灌煞吗 要如何化解 生物格 我不太清楚说 什么是生物格 那药灌煞 其实我必须说 药灌煞 简单的讲 就是我视觉上 看到外面有水塔 那我觉得 针对水塔 这件事情呢 大家 只要它不会 有这种所谓的 反射的阳光 照到你们的房间里面 造成 你整个房间 就是说 情绪上面 很不稳定 我觉得这药灌煞 大家保持平常心 顶多呢 你就用这个窗帘 或者沙帘 把它拉起来 这样问题就不大 目前我还没有遇到 真的是那种 很 很严重 一定要去处理的 那种水塔 来同学们 如果说 如果说这个 真的有 有这个疑问的话呢 你们可以到我的这个 YT频道 去打这个 药灌煞 你去打药灌煞 我讲过 生物隔 你说这个 药灌煞 是不是生物 药灌煞 跟生物隔 没有关系 我想那生物隔 我记得这生物隔 应该是属于 比方说 我们的墙面 有这个 突出来的阳台 就是有那个 很像那个脂肪瘤 突出来那种阳台 应该是那个 生物隔 但是 这种格局 现在也不常见了 好的 来那我想说 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 就跟大家分享到这边了 好的 那 感谢各位同学的收看 那如果说呢 你觉得今天晚上的 节目的内容 对于 你也知道 你的亲朋好友 有一些 可能对这个 烂桃花的风水 心里面还有很大的一个挂爱 你可以把我们 今晚的影片跟直播 分享给他 好 那今天就跟大家 聊到这里了 好不好 那我们下次直播再见了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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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